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這集的開頭會先把上一集的路線做個簡單的導覽 那如果沒看過的,我們上一集再去觀看囉 我們是從羽田機場入境 直接在機場等待接摩車去租車公司取車 取到車後我們就一路往小川武藏野博物館 隔天我們一早就早起,前往形成富士淺堅神社 那邊需要爬上山,爬上山之後你可以看到很完整的富士山 接著我們來到富士吉田回舊商店街 離開商店街後,我們終於要去吃午餐 來到建築超可愛的博兜博動 附近還有一間樓山 可以看到它的屋頂是富士山 這天早上我們去西湖療癒之裡羹場 吃糰子當早餐 走完羹場後,我們就往靜岡富士山世界遺產重新出發 接著往移動 今天要在期待已久的溫泉飯店過夜 飯店送的點心太好吃了 總天就在下山的路上 我們買了一盒回家 小田園肝取健康 竟然被前往的想法 丘陋著我的狀態 我不懂我 認識不知道 取名 Pericard 圍城的路上 我們安排了一個短暫休息的景點 小田園柑橘橘俱樂部 它是在神社的園區裡面 也可以同時走走神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休息结束 我们要回东西换车了 这就是我们到着富士山玩一圈 看我这家超好吃的 虽然它是北海道来的烧烤饭 但是它是真的用熊熊火焰烧烤出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到商店街我想推推这家超市 它商品种类多又平价 可以买一些很辣烈的点心 终于来朝圣这家星巴克了 至于它有多厉害我就不夺醉去 值得一提的诗 我们那天九点多到 是可以直接溺烈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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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大毛毛 这么可爱的毛毛额怎么会不融化 一定要来拍一下 建议搬完后再来拍不然白天一定会反光 很難拍得清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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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